今天我拿到了來自Under Armour的信 我來看一下裡面寫什麼 喂Amy 我有收到那個Under Armour他們的什麼武裝雷台賽 誰敢來挑戰那個挑戰帖啊 全部我只認同說好像有點帥 我是確實啊 可是他說最近精彩運動表現我最近很少耶 Team UA裡面都Pro級的難對決啦 看能不能推掉看看啊 喔 要取消喔 我本來約好要去門市那邊拿整套衣服耶 那就不要囉 蛤? 嘿!沒有錯 我跟大家講 今天的我不一樣了 我已經是全身Under Armour打男人了 一個小常識 為什麼Under Armour會叫做Under Armour 因為他們老闆以前是打每次煮酒的 所以呢他覺得如果是棉梯在裡面流汗 每次都會很重 所以他就決定要做一個那個排汗衣在裡面 所以是在盔甲底下 所以叫做Under Armour 所以他們的Soxan跟Soxo是最講究最讚的 算是我個人私心的分享 不過這不是重點啦 重點是今天呢 我們就來參加這個挑戰 所以這個挑戰 不是說比比體能打打棒球這麼簡單 我們有講好 輸的那個人 要講蔡哥的原創笑話 逃不掉的 搭配上我全身的UA套裝 時期還有志豪 我不讓囉 Let's go Lay your love on me Leave your head and let your mind be free Save yourself and leave the words you spoken Cuz some dreams are meant to be broken 好的 現在呢來到第一關很開心有邀請到我們 十幾哥 哈囉大家好 蔡哥好 我之前就遇到十幾哥很多次 對十幾哥印象很深刻 怎麼深怎麼深 我看一下 就是 就是十幾哥講話很像一個斯文的人 OK 就是一直講一直講一直 然後就是很有條理的邏輯這樣子 被你深深的吸引 多吸 多吸 重點是四季哥今天有一個任務喔 次數比對方少的話 那個人就要出來講一個笑話給大家聽一下 其實我也在follow你的笑話 從你們嘴巴講出來我覺得會蠻好笑的 真的喔 好的我們等一下有這個 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Viper Viper 如果中文的話叫砲管啊 這個動作有什麼要注意的點嗎 那我看到這個是紫色 紫色是8公斤 那黑色是10公斤 因為它有重量又要求速度 所以最主要是在練你的肌耐力 以及爆發力的一個訓練 會幫助到的是什麼 比如說揮棒速度 這個它可以做撞向的訓練 可以做橫向的訓練 所以對投球跟打擊都很有幫助 可惜了 我這太晚知道 我如果11歲就知道這個事情的話 可能我們兩個在同事很競技喔 有可能耶 有可能會搶掉自豪的位置 真的 真的 好我們就要來比囉 45秒比次數 好 來 3 2 開始吧 開始吧 好 猜哥 蛤 有點慢喔 不是 你是不是做不標準 我是沒有在抓你啊 我可以面對你啊 你看到我 哇有點喘 覺得你要45秒嗎 還是30秒就好了 不行 我跟妳講 其實我跟妳講我以前也是運動員 我現在是不是頂錢拿很多歌 1 4 3 2 1 停 我輸兩下欸 等一下 菜哥我40歲 對我知道 我就覺得說 這一關應該是我最有機會的 他說他要幫我講這個笑話 好 司機哥來吧 有一天我跟菜哥相約要去下一場圍棋 哇 什麼重要的競技的內容 各腰說我們要帶一晚粥 要吃飽才能下棋 對 要邊吃邊下 哇 這個難度高 對我們到了現場之後呢 然後不小心 欸 兩個人就疊了一跤 然後就打翻了 打翻了 然後就把這個粥呢 打翻在那個 那盤棋上面 然後就變成 周 司 棋 菜哥教我 菜哥教我的笑話 好 我們往下一關走 好的 司機哥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 神體敏捷訓練 那因為我們在球場 打擊啊 甚至跑壘都需要敏捷 藉由神體來 讓你的腳步可以快一點 問一下 司機哥 你本身是速度快的選手嗎 欸 我從速度快到 怎麼 怎麼會有這樣說 速度真的蠻快的喔 速度真的蠻快的喔 剛剛好像有製作人走過去喔 對 初階在訓練的 學生啊 最好就是 跟著教練在前面 跟著排隊 那腳步很重要 一定要跟著是不是 對 你要跟在我後面 你要看腳步 完蛋了 我已經抓到那個絕招了 我學會了 出師了 出師了 我跟你講 你要出師了 你出師我出師 對 是志豪要來挑戰我們 哇那這個真的 志豪哥的話 可能真的會挫賽喔 不見好了嗎 不見好了 好我們歡迎志豪哥 志豪哥平常有在做這個訓練 有喔 所以這個 基本上你覺得沒問題 對不對 對上我的話 我應該可以閉著眼睛做喔 好的 不過我今天不是就是 來瞎鬧的 因為我們等一下呢 如果我 就是說跳以你的話 你可能要講一個 我們這邊準備的笑話這樣子 會很尷尬的那種喔 真的嗎 真的真的 所以你要 你要認真跳喔 不然你真的會輸給我 好 誰先 我看是你先喔 我先看一下你的速度多快 我在調整我的這個節奏 你要示範給我看一下 你要挑戰我的動作是什麼 志豪看喔 你如果要學 沒關係 可以給你學喔 我怕你會想學啦 好啊 我做慢一點 可以這樣削對手嗎 很大的失落感 我覺得他好像拒絲待發的感覺 對對對 欸 不是 哈哈哈哈 爽喔 只好跟我們是不是溝通一下 雖然在季賽期間 其實不要做那麼劇烈的運動 所以我建議你喔 做適量的速度就好 好 對啊 已經是適量了 預備 開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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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us 差 追超快 類歸 有 有 三十 是 我不想算那個秒數 但如果你要算 我是OK 如果說我等一下真的贏你的話 是OK的啦 怕裡面只會掛不住 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的腳出不來 你不知道 剛剛那個踩的時候好像這裡有個回牆一樣 有點出不來 所以呢 所以我這邊跟你講一個笑話這樣子 前幾天喔 我去一個森林裡面 然後就遇到一頭野獸 然後我就嚇到啊 想說不好意思我可以先離開嗎 然後那個野獸就說 Why 就問我為什麼就對了 然後說 蛤 不能離開 還是我要留下來 然後他就說Why 後來才發現 原來那頭野獸 是 Why野獸 哎呀我有贏耶 我的笑點在你很喘 很喘 好啦 謝謝志豪 我們 往下一關前進 去找學長練習去 好 帶著你的身體 帶著我的身體 去啦 去啦 現在是中場休息時間 因為我實在是太喘了 所以他說讓我們休息一下 然後我現在換上了釘血 不知道等一下上去 會不會變比較快 然後等一下是 算是他們的專項 但是還是沒有要放棄 因為我還是要讓他們 尤其是志豪 我希望志豪可以講到我的笑話 今天就算是圓滿達成了 Let's go 這算推廣關球 算是啦 算是啦 不會不會不會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 台灣放學會好起來 因為你 不會 太誇張了 等一下是這樣打球 是這樣給我給你 這個是很 紅中的位置喔 OK 我可能會夯出去喔 對面那個房子 打到會怎樣嗎 打到我送你 打到你 你打到那一棟 我也送你 等一下我有機會 永遠有兩棟房子 那我也相信這些 Pro的選手 他們是有辦法幫我買的 好 那我稍微跟志豪哥講一下 我之前跟志豪合作的時候 我那時候的狀況 本來是五分鐘就要休息的這個拍攝喔 對 40分鐘還沒拍完啊 因為打太多嗎 打太多支嗎 都打不到 會了好幾百下 廠下很多小朋友全部感冒 被我那個電風扇一直吹 發燒 全部發燒 人體電風扇 會了45分鐘 那我現在站的位置OK嗎 再靠近一點 加油 加油囉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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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球還在空中的時候 你的揮棒 可以回到你脊椎 喔 所以你的揮棒很早 你可以先閉眼睛 然後再睜開眼睛再打 是不是還打掉 你好像可以喔 對啊 好 睜開眼睛 喂 所以我不用那前面那段視覺啊 不要你 你這打法很前衛先閉眼睛 你先閉眼睛 然後我叫你張開 你再張開 好 張開眼睛 喔 這個 這個 好 那我都不吃太多豆腐 我們等一下就對決了 10球對決 看誰打得好 好的 現在第三關呢 是打擊我們打10顆 看誰打得好 那相信經過剛剛的熱身呢 還有我的一些示範 詩琪哥現在已經色色發抖 色色發抖 我已經在色色的發抖 色色的 可能剛剛喝的茶比較適合一點喔 對 那大家有看清楚 後面有些建築物 那個將是我未來會在高雄自產的一些房子 對 只要 蔡哥這10球 只要其中有一球能夠打到後天的位置 我們就送他一棟 這個是男子漢的 我們沒有在開玩笑 沒有開玩笑 只要打過去就一棟 我求不起蔡哥 沒有 而且我剛剛 他們現在是很緊張 因為他們剛剛已經講出來了 但沒想到我剛剛那個閉眼大雞 完全振折住他們 是一個我們搞笑歸搞笑 我等一下是會認真的 認真的男人最帥的 所以你記得要小心 我等一下可能會帥過頭 好 現在開始 開始囉 打得炒配了 將近一分 一分 哎唷 場外喔 各位朋友 因為我又打 他媽被人家說 他變爛了喔 好 真男人 六分 好 我們打一個房子去看一下 好 真的假的啦 這真的 這真的 這房子 哎唷 真的有那個房子的感覺耶 七分 這個可能會滾出去喔 七分 七分 你最後一顆了 我好想打 志豪哥他也手癢 他想要加入我們的戰局 他想要試試看有沒有辦法打到房子 這樣子 差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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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是街外 好可惜喔 差一點 差一點 哦 四支了 四支了 幾顆了 五顆 七支五 哎唷 街外 還有街外 所以打到 有感覺的人 是真的知道說他會出去嗎 對 啊 我都沒有這種感覺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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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啊 六顆 沒了 沒了 帥哥 我先會先訪問你一個問題 以前有送過人家房子嗎 沒有 沒有 那今天可能是不是會是你第一次 我感到很榮幸 哈哈哈哈 好囉 來囉 十顆喔 等一下 我在這裡 我要準備接你的球 等一下 看後面那邊那些球都是他的喔 你刮到喔 這麼稍微哭了喔 我們都是熱身一顆嘛 三顆好了 三顆 我怕三顆是我就沒力了 哈哈哈哈 好 熱身完了喔 這次開始 好 來緊啦 欸 我也聽到聲音 補手有感擾到我 補手有感擾到我 那個有算嗎 這樣有算嗎 7 喔 有有 這樣有喔 我早上拿的位子 哈哈 我們有默契了啦 7-3 哎呦 現在是9-5喔 對 然後至少剛才也是6顆喔 好 哇 我必須要跟你認真了 認真了喔 我要用左打 我覺得你也要真正實力拿出來了 我剛是真的色色發抖 你又色什麼 PK賽事要幾顆 三顆三顆 欸 再休息日 之前有辦法看到 四豪打他的左打 這個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好 來囉 這個我先中斷一下喔 我剛剛在這邊有聽到 那個棍子揮出去的那個 呼呼的那個聲音 好可怕喔 三球 對 他現在是滿滿的嘛 嘿 哈哈哈哈 四豪你這個 我沒有看到我剛剛在檢求 那是Jene嗎 那個是Jene吧 你要看一下那個 我們Jene沒有那個設備啦 Jene嘛 Jene 打算Jene 那我們沒有拗啦 沒有拗 沒有拗 高球 高球 我3-3了耶 如果你那個J外 硬要拗成Jene的話 嘿嘿嘿嘿 好啦 我剛剛那一球 第一球那個是J外啦 希望很榮幸可以跟你 對決 對 後來讓你的這個學弟 出來跟我對決 但 可能你回去的時候 可能要 看一下他心理狀態 被我打到平衡 也沒有到Rolling了 變Rolling成這樣 就是說有跟我打到平手啦 思琪哥你知道就是說 假設是我們去那種菜市場 我們要挑蘿蔔 一定要挑最好的那個蘿蔔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喜歡 Best Ball 最好的蘿蔔 Best Ba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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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今天選到Best Ball 你讓我瑟瑟發抖了 好啦 那我們進行最後一關 雖然說三連戰都輸 但我覺得我剛打擊 竟然一直有打到球 這個是我覺得 非常意外的一個地方 因為我本來想說 應該今天就是 落賽登場這樣子 那我覺得他們 雖然有給我信心 然後就一直放鬆 但是很可惜啦 就是說 房子的部分 沒辦法就是說 吐兒一下房子給大家看 那我們等一下最後的是這個 手臂練習 之前我不得不說 主持節目的時候 他們說 我的棒球雖然說 每一項都蠻弱的 但是接球方面好像蠻行的 好不好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就 就不行這樣子 好啦 Let's go 好的 那我們最後一關呢 就是呢 我們會有這個四個角錐 球會從這個四個角錐的洞裡面 穿過來 那我們就 想辦法把它接牢 這樣就完成一顆球 也是一樣十顆球 那我們一樣喔 就是男子安的對決就是沒有在讓著 沒有在讓著 沒有在讓著 好 開始 比賽開始 好像很輕鬆欸 兩顆 五顆 喔唷 喔這個這個 短的 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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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話 那個球可能要強一點喔 哈哈哈哈 喔喔喔 帥哥好像 很猛喔 好喘喔 連破了都會喘 我看我等一下兩顆可能要 沒有在開玩笑喔 這真的喔 玩真的喔 就換我啦 OK OK OK嗎 你剛剛接球的動作是內野 我們現在是外野 外野手沒有人在這樣丟 你試試看你手這樣 對 沒有 球在那裡的話 對 有一點攻擊不力 小一點要往前 你接 接到你外野要一個鼓勵 喔 你內野如果這樣 因為他們距離轉 對 你外野如果你這樣子 你要再起來你是丟不遠 會不會是嗎 你想想看你這樣跟你一樣 你要傳三連已經傳到我了 沒有 身體也沒有動力啊 對 好 好 我先這樣是世界有動力嗎 有耶 有感覺 有耶 有 好 絕到了 好 開始喔 可以 我可以 好的 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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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 快過去了 可以 可以 漂亮 有感 難跳 快點這樣 來 可以 這個球 我喜歡 啊 漂亮 又吃了 小便勝負 中間負 選擇 可以 可以 不要放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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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只有我了 歐巴整場比賽會輸掉 不給歐巴 看著球 漂亮 拉斯套給我最強的 最強了 最強了 太強了 太強了 不簡單 不簡單 辛苦 不是開玩笑的 這次真的會喘 平常就是我們外野手在訓練的一個 方式之一 之一而已 之一 所以我們今天這樣的量 在你們平常的練習 佔了有沒有二分之一 完全不到 這個只是前菜 外野手接球的熱身 開始之一 不過 這個是 我對他們開始 本來就很尊敬 現在越來越尊敬 沒想到他們平常 是做這樣的量 那你們平常 對我之前應該沒辦法聊天了吧 大家都喘成這樣 但是呢還是要跟你們講一個故事 就是說這個 古代的時候 他們如果要穿盔甲的話 我建議他們要用什麼顏色的盔甲 你知道是最好的嗎 不知道耶 紅色的 紅色的盔甲是最好的 因為 紅色的盔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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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的盔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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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色發抖 色色發抖 那 志豪哥 我想請跟觀眾講一下 為什麼他們要進場看你們打棒球 你們進場看棒球 就可以感受到棒球的那股熱情 對 你們也可以見證這些球員在場上場下練習的一些呈現給你們 對 而且 這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對 因為只要你們來看球 那一場我們只要打得好你們的鼓勵 鼓掌 會讓我們 在下一次的 下一次的練習 會更努力 就每天都想要強化自己 那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說現在有些學生啊 或是 不管是棒球的學生 或是說運動的學生 他們平常都要經過像你們這樣的操練 才有辦法有機會 從你們這種pro等級了 你有沒有什麼話想要跟他們說 如果他們練了真的練不下去 像我這樣 可能練到最後有點快要吐出來的感覺 你有沒有什麼話想要對他們說 他是一個夢 然後那個夢很難達成 對 因為到目前為止 中華職胞32年 才產出1,010個球員 所以他那個比率其實 你就計算得出來嘛 所以 你不要認為說你這樣子練 就可以成為職業選手 哇 很硬耶 很硬真的很硬 我們能夠成為職業選手 其實是 一路上有很多人來幫助 所以我們才有機會 成為職業選手 所以如果你現在正面臨著難關的話 不要害怕 就是繼續拚就對了 對繼續拚 今天他們其實他們的休息日 但是還是出來跟我們一起做這個訓練 好非常感謝你們 然後希望你們今年呢 可以拿冠軍 謝謝蔡哥 謝謝蔡哥 蔡哥辛苦了 謝謝二位 感謝 我們下一集再見 掰掰 你們下一集要找其他隊的球員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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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跟我們講 我們今天要拿冠軍 不會 好 我今天就支持兄弟 就這樣 好 今年 今年 其實今天 我是真的非常開心 就是 跟他們有一點 真的是在玩棒球的感覺 因為我算是真的是 就是初心者嘛 但是他們兩個已經是Pro等級 但是他們在教我的時候 非常認真 而且仔細 所以我就覺得 可以在上面就感受到 他們對於棒球的熱愛 那也希望分享這份快樂的感覺給我 蠻感動的 然後另外我有一個活動想要推薦給大家 這個活動名稱叫做 UA武裝勒胎賽 誰敢來挑戰 沒有想到吧 竟然沒有押韻 但是沒有關係喔 大家一定要來現場體驗看看 那想起呢 你也可以上他們的 under他們的臉書去看看 在4月10號跟4月11號 在三創的那個戶外廣場 有舉辦那個 TeamUA選手訓練日常的體驗活動 那如果來現場體驗的話 就可以獲得小禮物 現場也會有樂天啦啦隊 然後有我跟籃籃也會進行職集 還有關關關燒 非常推薦大家來現場看一看 然後玩一玩這樣子 那今天就這樣子啊 非常開心 今天有下來高雄這一趟 大概是我這個月來拍過最緊張 但是拍完之後又最開心的一天呢 很感謝他們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更喜歡棒球 也更喜歡這兩位球員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 這好酷喔 可以拿去釣魚嗎 咦 你有在釣魚嗎 我也超愛釣魚的 那你找到下一集的目標 去釣魚 哎呀 好像不錯 剪刀 石頭 布 剪刀 石頭 布 剪刀 石頭 布 奇怪 為什麼我的右手一直輸啊 好奇怪 好奇怪 哦 原來是因為我們來到了左營啊 祝大家天天開心 拜拜